我覺得神就像我們做父母的那個 像我啦 做媽媽對兒女的心悶上有那種憐憫 有時候如果你的兒女不舒服 病了 做媽媽的 你要自己去代替了她 你要自己去並不想她病 所以當一個人在病的痛苦當中的時候 我相信神比我們做父母更加的想她好 想更加的難受 好像女兒我病 我都不想孩子病那種身體 那種憐憫 那種愛 然後神如何去透過 如何去醫治我們 所以我覺得她會在不同的階段 她透過她的話語或者一些天使 派她的氣名 很多年齡上的那些神屬的兒女 她會幫助她在這個痛苦階段 讓她認識她在神裡面的身份 因為通常如果她不知道她的身份 她會想很多負面的事情 她會覺得很多人不理她 或者為什麼我這麼慘 為什麼我弄成這樣 或者有得人想自殺 想死 很痛苦那種感覺 當這些人 神派這些不同的天使 去到她身邊來扶持她的時候 她慢慢就知道 原來上帝這麼愛我 她知道自己身份的寶貴的時候 變成她有力量 她就不用負面了 她去想正面 她知道上帝會幫助她 她知道身邊這麼多人愛她 變成她有力量去面對這個控制時 就會跨神 我覺得就是這樣 上帝就會將病了的人 能夠得意 有力量 但是如果那個人身邊沒有這些天使 如果沒有她不肯去 怎麼說呢 不相信神的愛 不相信自己是神 沒有她的兒女的身份時 她很難從那個控制當中走出來 就會搞得自己生命就會 好像有些人的自殺 那種情緒就會出來 我覺得人真的要靠神 我們就什麼病都可以去醫治 因為神說祂是一個醫治者 祂是醫治我的靈魂體的醫治者 所以我很相信祂達人的醫治 因為我都很感謝神 神醫治了我的女兒 我現在又醫治了我 在醫治我的女兒的同時 不知不覺又醫治了我 我現在的頸椎、腰椎 現在沒有什麼覺得痛 以前我去睡覺 媽媽的肺炎更慘 不睡 四肢全部都麻痺了 我一馬換很多個陣頭 但是現在你就不用了 媽媽一個陣頭一個教訓天光 所以簡潔主 歸魂妖被主 非常好 我緊張 不要緊 第一次緊張 慢慢慢慢 先問你 你先說幾個要點 五個 五個要點 你說出五個要點 第一個神要憐憐 願意替我們 願意替我們 去受苦 大聲一點 即是祂要憐憐的心 愛我們的神 是 是 第二點 你可以拿著 第二點 神會派很多天使來 來服侍我們 好 第三點 就是神給我們 是祂裡面有個身分 一而來的身分 第四點 就是神 因此這個身分 要我們看到神的陰典 即是我們就有了主耶穌的思想 想法都開始陣面了 第五 因為上面這些 第五 他就 陣面了 他就從主耶穌得到那個力量 可以有能力去面對這個處境 可以誇神 好 非常好 即是說 其實當你去思想 的確你寫的都是神的恩典 非常好 我會這樣鼓勵 當我聽完這幾個言論的時候 我會鼓勵 幫人去更加感受到天父那種美好 在人聽完之後就會覺得 哇 天父這麼好 我都很想耶穌醫治我 相信耶穌醫治我 即是 不只是解釋了這個道理 而是很想鼓勵人 哇 我們可以來到巴虎面前 得到這一點 這樣 你現在嘗試一下 你每一點很簡單的 再講一點 然後你講的時候 有一種邀請的心 還有讓人感受到這種 恩典的美好 去學慕的 有邀請的心 和讓他們學慕這一點 你簡單一點就可以了 每一句 每一個要點你講一點 我現在做給你看看 他講到第一點 其實是很好的 他媽媽 他看到他的女兒 他有病 他心會很傷痛 我們的天父都一樣 當你這樣講 這個其實是非常 很觸動的 很令人感動的 好像聖經講到 婦人姨能忘記 他吃奶的嬰 是回須他所生的兒子 其實神都是這樣 經常掛著那些子女 又沒有病的 我們中間有很多人 可能都有不同的病 不舒服 身體和心靈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孤單 好像覺得沒有人關心 或者覺得他關心 不過又幫不了我 不過當我們知道我們的神 是這麼關心我們的 感受到我們的痛苦 那麼我們就會說 阿爸父你又關心我 你又想醫治我 所以我就可以放心 來到你面前 你又答應 我們可以得醫治 有這麼多人得醫治 那麼我們又有信心 來到你面前 因為知道阿爸父 這麼喜歡醫治我們 那麼我們也有這個 渴慕的心 你又鼓勵他們 即使形容到神 由於我們渴慕 我們可以一起渴慕 我們阿爸父 今天做大神 即我們當中 真的拿走我們的重症呢 拿走我們的疾病呢 就是這樣 說得到的意思 就是不只是說了一個要點 是說出神的美善 讓他學無 第二呢 我們一起去學無這件事 跟著第二點 就是天使 說到神用很多天使 來帶領人去整個生命得醫治 我們就 即是你說出這件事 但怎樣令到人覺得很好呢 有什麼方法呢 大家都可以一起去想 其實我們想一想 我們周圍有多少個人 祝福我們 在我們生命 我們有不開心的時候 有重痕 或者有疾病 真是神用不同的人 來帶給我們心靈的醫治 身體的醫治 而這些人為何會來找我們呢 都是因為 阿爸父感動他 賜給他愛我們的心 於是他們就來找我們 又幫助我們 有時候 有些人知道你病 他跟著送些東西給你吃 去幫幫你 雖然他給食物 未必真的把你的病拿走 但他的愛令到我們很受幫助 和很被激勵 這一點 說得更活生生 和有感覺 讓人想回 在我們身上做過一些好事的天使 我們可不可以在這一陣子 多謝天父 將這些天使賜給我們 以及多謝在背後的這位神 他如何感動這些天使幫助我們 好 好了 身份 其實我不是想我全都說 我想理會他 現在我每一點 其實你好過你 想了很多個點 怎樣呢 即是說 有句說話 即是說 捉了一個鹿 不懂 全國 即是說 那樣東西這麼好 即是 今晚將他那種美麗發揚光大 好了 身份 怎樣去表達 可不可以試一試呢 那身份 當我們知道了 我們 在神儀女的身份時 我們就感覺到我們自己 原來很寶貴 是知道 哇 有個爸爸很愛 愛我們 我們 總共不會覺得自己 在好空間 不會覺得自己 是被遺棄 沒有人吃 好像 有了病 好像 什麼都幫不到 那種 慘 因為你就會堅信 爸爸去幫助我們 只要迎來說 你可以看到 在家裡 你有什麼事想來 你肉身的爸爸媽媽 雖然他有限 他都會盡力幫你 何況天上的爸爸 在我的生命當中 我就是感受到 天父那種愛 因為 你身邊 他借助身邊的天使 別人不關人家的事 為何我會幫你 如果沒有天父的愛 我不信任何師 也不信你們 你們 你們不去 在我身邊 無論用說話也好 無論用行動也好 不去 是因為天父的愛 就是感動這些天使的身 令我們 就看到 原來我在神裡面 這麼好的 這麼寶貴 是一個公主來的時候 哇 就不一樣了 所以我現在 就是 走到哪裡 我都跟別人說過 我就感覺到 那種身份 如果可以得到這個身份 那個必設性 多麼好 做神的兒女 多麼好 所以我現在 我覺得時間不多 我覺得 真的不信主 就不行了 所以 可怕 沒有一個人 就可以有了這種心情 好 感謝主 你先說的時候 你開始和後期 有些少許不同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有甚麼不同 後期有甚麼不同 在肉緊 肉緊了 即是他入了心 所以我們很重要 就是那個意念 入了心 其實你有做一件事 就是一個身份 用一個對比 有時會覺得孤單 沒有身份 當你說到這些時候 你就盡量用身體語言 和聲音 和感情 來表達 即是很多基督 我們雖然都是神的兒女 但很多基督 都會出來覺得 哎呀 我都是 不要用的了 我都是一輩子 都是這麼辛苦的了 我都是被人看少的了 有表情 他就會拿到這個要點 否則只剩一堆說話 他不會拿到 用了一些表情 用了一些動作 有些基督徒 真的一生人 都會覺得自己 哎呀 我太平凡了 哎呀 做不到甚麼 真的 他明了他的身份 即是他本身是一個王子 一個公主 非常尊貴 怎知道王子公主出來的時候 這樣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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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為什麼這樣 為何他不是這樣 哇 真的挺起空膀 就因為這個王子的心裡 很多不開心 覺得自己自卑 那對比呢 是否很不同 好 我走走來 我就快點聽到 我 整天都哭 好苦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開心你的改變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就不看完 但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次序問題 因為時間很短 所以變成 你那五點 你就沒有排好的次序 現在我看看 他講到幾件事 你問呢 第一點 第二點 天使來幫我們 第三點 身份 第四點 耶穌思想 證明為神的恩典 OK 用正面去看神的恩典 這是人的回應 然後第五點 就是力量去面對不能 我們就去 將那些次序 去想一想 是否這個次序最好 有時可能是 有時可能不是 即是我們都要想想 那個次序表達出來的 我 當我看的時候 我 我會這樣排 第一就是 我們有阿爸父 他真的好像 爸爸媽媽 石仔裏面石 我們個個都很寶貴的 其實這個跟身份 是可以黏在一起的 有時太多點 未必好 人聽的時候 1月3月5日 很多點 我們這一點 就連身份 我們阿爸父 是吃的 掛著我們 親著我們 在他的眼中 我們就是他的子女 很寶貴的身份 於是 我們就說出 阿爸父的愛 然後我們有這個身份 這個時候 就黏在一起 然後 然後 神也使用很多的天使 來幫我們 也是神感動他們 每一個人來到 這是下一點 然後 這些恩典 也是幫我們 面對困難 不只是身在醫治 是幫我們面對一切困難 然後 然後 正面 這個其實不屬於這個不能 屬於行動 我們怎樣看 發生的事 看困難 看恩典 很正面 這個就是需要用時間 大家 是不是已經寫好了 我就想你今個星期回去 把它整理好 或者待會兒 有人上台放也可以 即時 去想 怎樣 幾點 排得更加好 怎樣更加生動 有感情 有動作 有不同的聲音 你留意我的聲音 為何會這麼響 就算你未做到共鳴 你起碼第一人 提聲一點 有些感情放下去 你不一定要做到共鳴 大聲一點 有些大聲 有些細聲 已經聽的人 就會醒很多 提升自己 有信心 其實很重要 我講的是 關於講信息的信心 用一個比喻 就是 大家可能聽過 試過有一隻豹 要攻擊一個人 他那三隻狗 居然會跟一隻豹 搏鬥 正常來說 一隻狗 是不會跟那隻豹搏鬥 但因為保護主人 那些狗 是不會顧到自己的生命 當牠有這種生命的時候 會不會害怕 那些狗 有一種狗 叫做 Drivers Ant 就是一種驅岸 牠們會過河 一到河邊有水 牠馬上把腳 後腳扣到岸邊 手就伸前 接著 下一隻狗 就把腳扣到手 前腿 那隻手又伸下去 接著下一隻又伸過去 接著做一條橋 但下面已經浸死了 這就是神創造的動物 牠真的忘記自己 牠為了承傳整個群體 牠會立即搭掉 自己浸死了 那上面的蟻就一直走過去 當一個人怕死的時候 就是這樣 牠就出來 但牠不會在耶穌裡死 反而 我們為耶穌來 放下我們的生命 反而得著生命 當我們經常說 糟了 我不夠膽分享 好 勉強為 勉強為其難 這樣說的時候 就沒有生命 但如果我們說 我又死了死吧 不要緊的 大聲又不會死得 死了得福 不要緊的 這樣的時候 當你分享的時候 你的分享就有能力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上來分享的時候 我又死了死吧 其實就不會死的 只是你不怕 不怕 不怕 你一上來 就充滿能力 充滿信心 充滿自由 這是要時間的 第一次不會那麼自由 但是慢慢就會自由 就不會死 因為我們會不會死 我們會死 好 賤人 有 我們會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